活士偷的倫家少女,老婆決定離婚 去年年底爆出連串偷食醜聞的高球一哥老虎活士 已經正式復出求譚,但婚姻仍然凍過水。 據報活士為固執,接受治療街性癮期間, 曾向妻子艾連坦白交代有120個情婦。 原本艾連心軟想原諒老公, 但知道她竟然曾與隔離屋少女傅德里爺偷情後大受打擊。 報導指傅德里爺14歲亭亭欲立的陣,活士已經猴住她的美食。 到去年5月,活士終於勾引21歲的傅德里爺回辦公室偷情。 據報艾連對活士已經完全死心,決定和她離婚。